如果不是的話 我會吵你了 今天我們有個五雷令 這個五雷令不簡單 這個五雷令 唯一有一件事 它還未開光 我今晚回去馬居士開光 因為咒語可以唸 當然 這個 是西藏來的 不簡單 什麼目我們不能說的 因為這是賭戶的 有沒有經過商收的時候有用效呢 不是 我們自己收 我們開光 總而言之 做壞事的人 一定有報應 特別是殘殺豬 OK 你怎麼搞的 還有那個位置下來了也沒有人的 還有我不知道 其實我到現在這個年紀 不是現在的 我幾十多年前開始 我基本上 我不是特別善心 你也不是怕報應 是 只於他不搞我 就算昆蟲 蟑螂 蜈蟻 我也不理他 正常的 他不搞我 就算蟑螂 我也很少突然說要踩死他 我告訴你 你們自己試試 如果你看到有隻蟑螂 他真的會有騷擾 你試一下心 不是念咒 真的跟他溝通 你好走 不然我真的會想你 你不要笑 我也說 他收到 是會走的 真的 OK 你是不是看得到他的蟑螂動 不用 不用 他真的會走 其實我們 所謂在地球上最有智慧 我當你是最有智慧 你是眾生之一 你不會被他高級的 當然 他如果搞到你 甚至是被你低級 是的 他搞到你的 有時候我都明白的 但是大家盡量 遲些我們可能要多吃點素 吃素的時候也要念咒語 還何況你住 我也不明白 大家看看 你倆是 攤了在這裏 原來你們打針 其實就死了 好人有型嗎 你咒咒咒到你 得罪你什麼想法 你一定有報應的 你放心 你倆是 不想死 你倆是 就算是蟑螂 我都很少突然說要踩死他 看到李慧琴這些混蛋 打死他 又要這麼說 打死他 他們是女兒 他說那怎麼會 然後再說 他人家就先說 他人家就要 他真是 他人家 他人家就找到 他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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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他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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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多謝我的網友 他親自拿來,真是多謝這個 聽了我們七、八、九年 我相信他已經有聽過他的節目 這個我當然要付錢 他堅決不肯收,說五盆東西不要收什麼 五盆東西 就等同當日第一個 阿奕馬那個 第二次阿奕馬那個 都說他回堂 他覺得節省,因為節省了錢 效果也不同 但你又覺得五十和二十會差很遠? 大家看到真的差很遠 一波就難了 不是 他這首是真的彈到的 例如這個是C 他彈到的 那些音我還沒調整 這個應該是 他的F是這樣的 但是之前那些是 衣服上是玩具而已 這個是第一個那個 第一個 阿奕和我們圖 就是這類型的東西 這個當然好,氣勢好多 遠足不通,從人家嚐廳 娜 他肯定是 那些事 說啦 也可以選擇